立法院上午最新的消息 今天看到剑仔复出了 但是令营的立委却在这时候批评刘魁 抢救国球是假的 我们听听看最新的说法 你到底了不了解棒球 你到底了不了解 现在整个棒球 台湾的棒球发生什么事了 发生断层 所有在基层 在训练的这些教练 甚至这些学生 感受他们是被遗忘的 他们是不被重视的 甚至在争取经费当中 他们是被排斥的 这才是重点 所有的家长要把他的孩子 送到相关学校去训练的同时 他就必须思考到 他必须要另外准备一笔经费 让他的小孩子无后顾之忧 能够去参加训练 能够去出国比赛 否则 只要他没有准备充足的经费 相对性 他是把他的小孩子推入火坑 这是所有基层 所有的家长 所有爱好棒球的所有的小朋友 学生 共同的心声 他们害怕 国球的计划 他们认为说 根本就只是个口号 而且他们还把这个矛头 指向了总统夫人周美青 他们说他看了那么多场的棒球比赛 但是台湾的棒球 虽然仍然没有获得振兴 以上跟法院最近状况 先把现场交给彭内主播